好让我们继续回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affluence affluence这个词叫做富裕富足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ENCE首先还是一个名词后缀 它的形容词呢 ENCE介绍的名词 一般面形容词的话都变成ENT affluent 其实这个单词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very rich R-I-C-H rich 就是有钱的 富裕的富足的 可以表示一个人很富裕 somebody is affluent 就是somebody is very rich 还可以表示一个地区叫富足富饶 都可以物资矿场的一种富足富饶 咱们小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 叫做富饶的西沙群岛 是吧 大家已经学过 所以这表示一个地方很富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地区 地域都可 那么这里面它出现了一个词根 就是谁呢 首先注意一下这个词的前缀 就是AF AF在此处它是一个加强 后面名词后就是ENCE 那么这个词的核心部位就出现了 就是FLU Flu Flu作为词根来讲的话 注意一下 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流淌流动的意思 如果作为词根来讲 Flu表示的是flow 跟流淌流动有一些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边呢 咱们在以前学过哪个词 能佐证这个词根跟流动流淌 有一些关系呢 咱们可能在以前学过一些词 比如说像流感 就是这个单词 叫做flu 对不对 还有学过哪个单词呢 学过色流利的 Fluent 对不对 都可以 那么所以大家知道 我第一天刚才有给大家讲过 之前给大家刚刚讲过 说什么呢 说这个 词根通过谁去记忆呢 词根最好是通过熟词反过来逆推 这样的话对于这个词根印象会更深 而且它会理解比较透彻一些 因为最主要就是它的形状并没有变化 所以你可以通过流利的这个词去记 所以说上这个单词 你看看它是一个加强 加强流动的 所以咱们其中一个地方 很富足 很富饶的感觉 你看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景象 或者咱们就是叫做充沛的流动资金 你看咱们什么叫流动资金 就是很强的感觉 这边是一个加强 Fluent 是加强流淌 流动的 叫做富裕富足的 那下面咱们来看看 下面还有哪些词 咱们注意一下 第一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superfluous 第一个单词superfluous 第二个单词叫做effluvia 第三个单词叫做fluctuate 好 第四个单词 看下面叫做flux 最后一个词叫做influx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superfluous 第二个词叫做effluvia 第三个词叫做fluctuate effluvia fluctuate 下一个词叫flux 最后一个词叫做influx 好 我们看第一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superfluous superfluous这个单词呢 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的叫做 叫做过剩的 就是too much too many but unnecessary 能类这种感觉 太多了 但是没有什么必要了 那么这个词呢 你看造词还是比较直接 前半部分前缀super 第二部分词跟flu 最后一个形容 后织就是ous 那么super作为前缀来讲 大家标注一下 作为前缀来讲 它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超级 咱们以前学过超人超市 咱们都知道 就这个词 超级大国superpower 超级大国superpower 第二个表什么呢 如果表示方向的话 表示在上面 因为在刚才我给大家讲过 我说前缀 它最主要的确定是一个词的方向 对不对 方向表示在上面 最后一个呢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是叫做过多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的意思 叫做过剩的 那么你看这个表示流德怎么样 流德过多 太多了 more的感觉去的是这个意思 你记住超级无敌流 过剩的过多的 过剩过多的 下一个词叫做effluvia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effluvia表什么意思呢 首先注意这个词根在这呢 那么我给大家说过 我说A加辅音双鞋 咱们在第一节课给大家讲过了 A加辅音双鞋 它表示的是一个加强 比如说流动 不断地去流淌流动的 这个是很富裕的感觉 那么这是往哪流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是E加辅音双鞋 E加辅音双鞋呢 请记住 它通通都是来自于EX的一个变体 它通通都是来自于EX的变体 表示的是方向向外 所以这个词 你看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三部分造成 叫做流出来的 流出来就是表示什么东西呢 大家想一想 在工厂生活当中 我们排出的叫什么呢 叫做废料 垃圾废料的意思 废料废水废料的意思 叫做流出来的 你看工厂排出的东西 叫做Rubbish 叫做Efluvia 读读读 这个是一个名词 记住 排出的是垃圾 排出的是垃圾 向外流出的是垃圾 那么这个词稍加变化一下 刚才说的是名词 如果这个词稍加变化 后面加个L的话 这变成了形容词 都称Efluvio Efluvio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叫做恶臭的 这个跟垃圾的意思紧密相连 大家想 如果你们家生活在垃圾堆里 那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叫Smell Bad 对不对 我们说叫做恶臭的 恶臭的 好 看下一个单词叫Fluctured 这个词就简单很多 它属于一个终极词汇 也是托付当中 最基础的词汇了 那么这个单词代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 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个句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你看这个词根在这呢 Flu 叫流淌的感觉 那说 The price of crude oil Fluctuated between Fifty dollars and sixty dollars Per barrel The price of crude oil Fluctuated between Fifty dollars and sixty dollars Per barrel 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每桶原油的价格 在五十到六十块钱之间 怎么样 这是一个什么动作 叫做 Go up and down 表示这个意思 叫做波动起伏的意思 叫做波动的意思 叫做Fluctuate 叫做Fluctuate 叫做波动 数字的波动 用的是这个词 还是跟流淌流动有一些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两个单词 最后两个词是两个名词 第一个词叫Fluct 读一下这个词 我再次强调 背单词必须要出声读 你不出声读肯定是不行 Fluct表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是一种流动的感觉 还是流动 它第一个就表示的 我们说叫做流动 或叫涨潮 都可以用这个词 流动或涨潮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它强调什么样的一个流逝 流动呢 请记住 这个词这样去记 它强调是一个时间的流逝 时间的流动 表什么呢 叫做变迁改变 社会的一个变迁改变 你看随着岁月的流逝 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在不断的变化 那么事物也在不断的变迁改变 这个叫做Flux 记住时间的流动 时间的流逝 叫做变迁改变 最后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词意思 就非常的直接 你看这个in 那作为前置 大家做一个标注 它表示方向是哪呢 向里 所以叫做流到里面去 流进去的感觉 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 我们所说叫做 涌入 表示人群大量的涌入 你看那超市一开门 那些老年人们 为了抢一些新鲜蔬菜 都全冲到这个超市里面 大量的涌入 门挤坏了 这种感觉 叫做influx 那么一共这个Flux下面 一共是这样几个单词 脑子里迅速滚动 希望大家看第一遍的时候 对于一些词 大概有一些 它的本质的一些特征 会有掌握一些 第一个叫富裕 哪个是富裕呢 加强流动是富裕 超级无敌流 就是超级太多了 过剩的 往外流出的是垃圾废料 那么加了个L之后 变成形容词 叫恶臭 垃圾恶臭的 下一个词 那么数字的流动 就是数字的流动 叫做波动 波动 最后两个 一个叫流动 时间的流动 叫变迁 最后一个叫做往里流 叫做涌入 叫涌入 所以这个 富裕这个单词 咱们到这里不说 注意它的同一词 就是这个rage 注意在这个词汇上 如果一定要出现的话 大家一定要识别出来 就是富裕 我们在报纸上 大家还会发现 还会用这样两个词 叫什么呢 我们叫做well to do 或者叫做well of 也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呢 叫做富裕的 小康的都可以 富裕的小康的 大家把这两词 也是写的旁边 这个在托福和音词当中 并没有 但是我们在新闻当中 大家会能看得到的 大家写的旁边 叫well to do 或者叫做well of 也是表示叫做富裕的 富裕的 都是形容词 作为形容词使用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affront 大家请看这个单词 affront affront这个单词 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叫做公开侮辱 或者表示的意思 叫做这个轻蔑 蔑视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公开侮辱 或者叫做蔑视 affront 其实这个单词呢 还是比较好记忆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还是会发现 大家一看到这个词 你告诉我 哪一部分没有用 是不是前缀啊 af就是一个抚云双斜 那么这个词的造词 肯定核心部位 就是来自于谁 来自于front这个词 front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前面 咱们在20年前的时候 初中老师 当年这个详细的区别过 什么front in front of 和in the front of的区别 那么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他强调的是叫做 to insult somebody in public or openly 强调的是公开的侮辱 名词动词都是他 公开的这样的一种指责侮辱 那么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他强的就是指 加强 在你面前 说这个 你看咱们小的时候 被老师骂了的同学 你看小学老师骂人的时候 可不是说把你叫到办公室骂 那个时候不管你有没有自尊心 还是脸皮薄厚 总是当全班四五十人面前 劈头盖脸 一顿说 这种感觉加强在你面前 你怎么应该这样 说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叫做afront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下面有一些派生词 来自于front的一些派生词 第二个词叫做confront 下一个词 叫做effrontery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样三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叫做confront confront confront这单词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你看这叫做什么面 前面对前面 如果front作为词根来讲的时候 front 它如果作为词根来讲的时候 表示的意思叫做forehead 表示额头 我们所说的forehead 脑袋 扑了头的感觉 叫做forehead 前面嘛 所以叫做脸对脸 扑了对扑了的感觉 它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的叫做面对的意思 叫做面对的意思 叫做confront 注意一下这个词的用法 be confronted 接着是一个借词with 比如咱们经常会说到说 中国面临着什么基于挑战 其实它就等于咱们说的哪个单词 就等于be faced with 就等于这样一个词叫be faced with be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对不对 机会 还有一些挑战 放到一块去记一下 那么记住面对面 叫做面对的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叫effrontery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effrontery又是一个谁双鞋 注意一下 刚才刚刚讲过 我说e加复一双鞋 通通来自于谁的变形 是不是ex的变形 方向表示向外 表示向外的感觉 所以你看叫做脸向外的感觉 这个人特别喜欢怎么样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特别喜欢露脸的感觉 抛头露脸的感觉 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生活当中 做事情总是 什么事来过去我去我去 这种感觉 总是喜欢把脸向外 抛头露脸的感觉 咱们经常会说 这人怎么样 是不是脸皮这么厚呢 什么事你都想露脸的感觉 记住 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叫做 shamelessness 叫什么 叫做厚颜无耻 叫做厚颜无耻的意思 叫做effrontery 叫做厚颜无耻的意思 这里面大家把这三个 放到一块 你看这个人臭不要脸 就是脸向外的人 总是抛头露脸的人 这人不要脸厚颜无耻 那么一共三个词 第一个叫加强当面侮辱 affront 第一个 第二个confront 一起面对面 叫做面对 第三个 抛头露脸的人 叫不要脸厚颜无耻 但注意一下 最后一个词 它是什么词性 咱们做一些补充 咱们来看一下 做一些补充 在脱头考试当中 大家注意一下 同一次的积累 那么第一个 我们所表示侮辱 最简单的一个词 就是一个四千的词汇 那么这个四级词汇 就不在我们讲 小姐的范围之内 就是insult insult 你看看会不会 不会的话 放开四级词汇 好好背一背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 在咱们这个级别 应该掌握的几个词 表示跟侮辱辱骂有关的 第一个叫做reviro 第二个词叫做villify 还有一个叫做abuse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reviro 第二个词叫做villify 第三个词叫做abuse 我们先来看前两个词 可能最后第三个词 大家先来说 会比较熟悉一些 那么前两个单词 大家就看一下 这两个单词 我为什么给你写到一块 就是因为这两个词 是同源的 大家能看懂吗 你看第一个单词 你告诉我哪一部分 它是前缀 能看出来吗 它是re 很明显 这是一个前缀 而最后一个单词 哪一部分是后缀 ify ify的这个后缀 其实稍微有背过一点词汇的同学 这个后缀肯定并不陌生 因为我们以前学过 比如说什么结尾的fi 比如说放大叫magnify 你看有没有印象 比如说美化叫什么叫beautify 简化 简单化叫simplify 对不对simple 我们说还有什么样的词 比如说叫纯净化 提纯叫做purify 那么所以说这个fi 是一个动词后缀 那么这两个部分的核心部分 大家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vill这一部分 那么它是来自于谁 我先写一下这个形容词叫vill vill表什么叫做恶毒的 形容一个人恶毒的 叫vill 那vill又是来自于谁 那大家看一看 它其实就来自于这个词 看到了吗 evil的后半部分 evil的后半部分 就来自这 evil的后半部分 所以说这个词为什么叫做辱骂 或者叫做第一个词 辱骂诽谤 第二词也是一样 叫做诽谤的意思 都是表示一种诋毁的感觉 把它放到一块去记 就是再一次 这个re取的不是向后 不是反过来骂 强的就是一个加强 对待一个人很恶毒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revile somebody or vilify somebody 你想想对一个人很恶毒的感觉 这个人太恶毒了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那这就是表示对一个人的一种不尊敬 读一读 revibe和vilify 记住对一个人恶毒 叫做诽谤侮辱 诽谤的意思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abuse 因为abuse这个词呢 我们在基础阶段 一直老师给大家讲的是 叫做滥用的意思 但不要忘记 这个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叫做谩骂的意思 也是表示辱骂 谩骂的意思 abuse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这里边呢 我主要把这个abuse 像我们说的叫abusive words 它的形容词用的会多一些 abusive words 比如说一些谩骂的言论 谩骂的话 注意一下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边我有一个展开 大家注意一下 有一个展开就是use 它有这样一个展开 use呢 你看这个为什么滥用呢 因为这个ab表示away嘛 咱们的第一节可以给大家讲到了 远离嘛 对不对 咱们讲了一个词叫宣布 宣布离开 叫做放弃权利 还记得吗叫abager 在法庭上宣布离开放弃了 在abager回忆回忆 那么这个abuse这个单词呢 看下面还有哪些词 第一个词叫做disabuse 第二个词叫做perus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disabuse 第二个词叫做peruse 第二个单词叫做peruse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叫disabuse disabuse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这个词比较难一些 首先记住 我先告诉大家这个词 你怎么去先把它的方向记住 abuse呢 叫做谩骂 或者叫做滥用 那么abuse本身是一个负向词汇 但dis呢 它作为前缀来讲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负向前缀啊 对不对 是不是否定吗 所以你看看叫做 否定 所以这两个词 负负得正了 这词首先记住 它是一个正向词汇 这一点也先要记住 它是一个正向词汇 那么它比较什么意思呢 你看叫做 不滥用这个东西 告诉你不要滥用职权 这是干嘛呢 叫做这个词等于correct 把它同一词写的旁边 叫做rectify correct 叫做纠正某人的错误思想 你看生活当中 比如说 有一些人滥用职权 你会告诉他 不要滥用职权 改正他这样的一种错误观点 这个词就翻成叫做 纠正改正的意思 纠正某人的观点 但注意啊 这个改正 一般不是说把这题给改了 不用它 一般都强烈的是 纠正某人的错误思想 纠正某人的观点 或者是思想 叫disabuse 不要滥用 是纠正改正 下一个词叫peruse 注意一下这个词 这个词的读音 同样是一个动词 记忆动词peruse 这个词呢 必须要通过词组去记它 peruse a book 大家注意一下 peruse a book 一定要通过词组去记 你看一看啊 那么这里面我们所说的 per作为前缀 咱们在之前给大家提到过 咱们之前讲的一个词 大家先回忆一下 叫做做伪证 还记得吗 在法庭上做伪证 叫什么叫perjury 还记得吗 我叫贝离誓言 叫perjury 但这个per还可以表什么呢 当时也说过了 它有个很重要的词入嘛 对不对 叫做什么呢 叫做through 叫做有史之中贯穿 所以这个词你看 它其实取的是一个 加强through的意思 一直使用这本书 这叫什么呢 peruse a book means to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to read something carefully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这个这个 精读仔细读 精读仔细读 所以说这个use 下面有这样两个 稍微难一点的词 在咱们高级单应该注意到 一个叫做disabuse 一个叫做peruse 一个叫peruse 还有就是abusive 这几个是跟谩骂有关 所以这个use在里面补充 要不以后就讲不到了 在这边把它补充在下面 好 那么这次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allay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allay allay这个字叫什么呢 叫做减轻减少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减轻减少呢 注意一下一般多强调 这是减轻 这个某种情感 或者是感觉 比如说allay your fear anger 那一种感觉 减轻愤怒 减轻你的恐惧 减轻你的焦虑 一般它后面 往往多跟的是情感 to reduce in degree 程度上的一种减轻居多 这个单词呢 我先说一下最直接的技法 怎么去记它呢 就通过一个联想 你看all是一个加强 累叫什么 就是躺啊 是这样的一个办法 所以就是想一想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 比如说你不舒服 你去学校的医务史 学校医务史那些阿姨们 会告诉你什么 那些大夫告诉你 她说赶快躺下 是吧 你躺了一会你会觉得 哎呀舒服很多 没有人说你一生病 或者不舒服 赶快倒立 没人这样 一定是躺一会的感觉 所以说大家知道 这个就通过躺一会就想 加强躺一会 要减轻一下 加强躺一会是减轻 当然是躺一躺是减轻 这样一个程度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减弱减轻 那么这里面这个词呢 如果你要是找他 这个同根同源 同源词去记的话 找他去记 叫alleviate alleviate这个单词呢 他虽然在托付里也有 但他其实在大学词汇里 也已经出现了 alleviate A-L-L-E-V-I-A-T-E 他其实取自alleviate的前半部分 allate其实就取自他的前半节 就是allate的前半节 allate本身也叫做减轻的意思 这个词为什么叫减轻呢 大家注意你看 还是加强 A-T-E动词后追 那么这个词的核心部位是谁 levi levi作为词根来讲呢 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就表示升起 rise 我们在以前学过哪个词 能佐证他呢 就是那个电梯那个词 叫做elevator 大家看有没有印象 对不对 elevator 那么你看他是来自于谁啊 就是lift 你看 然后I和谁一样 e是一样 levi就是lift 举起嘛 lift本身有举起的意思嘛 第二个意思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轻的 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派生出一个轻的意思 强调这个东西能被举起来 那这东西就是轻的呗 对不对 能被举起来 很容易的被抬起来 这是轻的 所以说这个词非常减轻 你看加强 变轻 所以叫减轻 叫alleviate 叫做alleviate 所以说这里面咱们到这儿呢 你看一下啊 我们所说的跟轻有关 咱们这里面我补充两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谁呢 叫做levity 第二个词叫做levi 好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通过词根去解释的话 有这样几个词需要补充一下 但我建议书上这个allay这个词 我给大家解释这个词啊 记得好通过联想句记 加强躺一会儿 你看一生命不舒服的时候躺一会儿好了 好了不少 这种感觉啊 第二个词叫levity Levity还是通过轻去记 这个词呢 形容人的性格叫什么呢 叫做轻浮啊 轻浮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什么叫做not serious 啊是吧 这个不认真啊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概念啊 轻浮轻率啊 那么Levity 它的反义词其实就是稳重 稳重是哪个词 就是我们高二啊 初二物理课老师给大家讲 那个大G叫做重力这个词 gravity啊 就是gravity这个词 大家看有没有印象 这是物理书上的一个单词 所以Levity 一个是稳重 一个是轻浮 这两个放到一块 下一个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levy Levy这个词呢 这个词这个动词 它呢需要搭配词组织集 Levy tax on Levy tax on 那叫什么叫做 征收征税的意思 叫征收征税的意思 这个他想你看 把什么给举起来啊 在谁身上 把谁 把这不是举起的意思 升起吗 把税举起来 啊像你交税吧 是这样一个动作 叫Levy tax on 这个词他最好通过词组织集 因为这个只要征收 那他一边就是征税 啊就是征税 那么他的反义词写在他的旁边 叫谁呢 叫做resigned 啊这俩是一对反义词啊 Levy呢表示的是征收 resigned 表什么呢 叫做你看一个是征税 一个是征税 不用征税啊 叫做废除啊 resigned的这词也是一个重点词 也是一个男子的 托付当时应该是一个重点词汇 比较难一些 resigned 先跟我读一读 resigned这个词 resigned 叫做啊取消 废除的意思 取消税收 那和和征收税啊 征税的意思和取消 这个取消废除 这个词大家怎么去记呢 首先前缀 它其实还是re 啊这个词关键在于后半节 这个词记起来有点 有一点点难度啊 那么 这个单词它后面是来自于谁呢 它其实后面来自这个 跟它是同源的 大家看看这是幼儿园词汇吧 有印象对于这个单词 叫简子吧 ceasers啊 谁跟谁发生同甲 同样或者这c字差的 有点距离吧 首先就是s跟d 发生的是一个同甲 第一天给咱们给大家讲到 第一天给咱们给大家讲到 std嘛 这三个字母嘛 是一样的嘛 第二就是这个n字母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讲词原同甲 我说b福音m和n还记得吗 m和n这两个是可以 去掉的 有没有它都行 所以这个reseen的 就相当于是receaser resease 这种感觉 就是再一次把税收减掉的感觉 它强的就是把这个税减掉 这个re取的是再一次 其实就是一个加强的概念 这个词放到一块读一读 这是一个单词 比较难记 把简子写在旁边 你要把这个税减掉了 不要了 废除取消 这是征收 轻浮 gravity 把这两个反译词放到一块就记 上面这个单词叫 加强变轻 叫减轻 leve为什么跟轻有关呢 我再想要通过它去举起 或者通过电梯 elevator去记 也可 好了 那么下面咱们回到这个词本园上来看一下 叫做allay这个单词 allay刚才说到了叫做什么呢 叫做减轻或减少 那么下面来看 有这样的一组行径词 我们放到一块来记一下 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词叫做slay 下一个词叫做flay 下一个叫做vlay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样几个单词 第一个词叫做slay 第二个词叫做flay 第三个叫做vlay 把这几个lay 大家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单词叫做slay slay这个单词 首先注意它的过去试 过去分词 特殊变化 slay slu slayin 所以这个要特殊变化的 我一定会告诉大家 否则的话 你要出现过去试 你不认识白贝了 slay slu slayin slay slay e-w-s-l-a-i-n slay这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杀死的意思 就等于kill 这个词的意思 就等于kill 能不写汉语 最好不要写汉语 就等于kill 就阴阴记嘛 这样来得更快一些 最后一词杀死呢 都通过躺去记 你看 躺 s你就想上死 死了躺下 杀死 你这样想就可以了 其实这词呢 它前半部分这个 slay这个词呢 它是来自谁呢 也是托福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slaughter 是来自它的一个简写 slaughter叫什么呢 s-l-a-u 不知道这个词 有没有学过 s-l-a-u-g-h-t-e-r s-l-a 这是一个大学六级词汇 也有它 叫做屠杀 屠宰 它其实取得它的前半截 叫slay这个词 你要死 你说老师 这个slaughter我也没有学过 你把它俩放到一块 sl 我在第一节给大家讲过 字幕组合的特征 我说sp呢 是跟发散有关 对不对 我说cr和scr 是跟手上的动作 有点关系 那么这个sl 通常跟什么有关呢 如果是动词的话 它通常是跟滑倒 倒下有关 sleep 你看咱们睡觉 是不是也是来自它 你看睡觉 你们是倒下去吗 你不能站着睡 你看一看 所以要知道一下 这个也是死了 躺下去 你要觉得不好记 有个谐音记忆法 你看那谐音能不能记住 你读三遍读 s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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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们说 北京人经常说 吃了 吃了 说得泪 那咱们这词叫什么呢 slay 就是杀死 slay slay 杀死 slaughter 跟它近一词 这就叫屠杀 其实也是杀死 大屠杀或屠宰 slaughter 下一个字叫做flay 这个词 flay同样是动词 flay这个单词呢 大家看一下 表示什么意思呢 叫做to remove the skin or remove the peel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remove remove the skin or remove the peel 叫什么呢 from something 叫做剥皮 叫剥皮 比如说我们说 把这个动物的皮给剥了 把这个狗皮给剥了 你还是可以通过一个词组去记 flay a dog 剥这个狗的皮 把这个狗给剥了 那比如说它被活剥了 你可以说什么呢 说he was flayed alive 他们经常说古代的时候 看夜行吗 被活剥剥皮 叫做flayed 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通过词组去记了 剥皮的时候 你给大家躺下 躺在那里 一点一点挂掉 这样去想一想 flayed 刚才其实用词组记的 但是并不多 有些词确实要通过词组去记 你看咱们刚才刚刚提过 还提过两个 一个叫精读怎么说 什么使用一本书 叫peruse a book 还有印象吗 peruse a book 还有一个就是说 征税 levy tax on levy tax on 脑子里一定要滚动滚动 节奏一定要跟上 语速偏快一些 但是呢 语速快 信息量就大 所以你必须要跟上 那么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weigh late 这词刚刚说到剥皮 weigh late这个单词呢 你看它表什么意思呢 它等于我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一个词 lurk 还记得它来自于谁吗 还有印象吗 想想这个词 它的前半部分是哪个词 lurk 是不是来自降低身体 lower 我说藏起来干嘛 这叫潜伏 还有印象吗 这词 埋伏潜伏 微累也是一样 你看这躺在哪 躺在路边 埋伏在哪里 叫做微累 潜伏 叫做潜伏的意思 好了 那么一共就是 这样几个单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几个累 作为行进词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a lay 躺一会是减轻 死累是杀死 flay a dog 剥皮 剥狗皮 最后一个躺在路边 是埋伏 潜伏 埋伏 潜伏 好